Livram shows a distant time graph for the journey of a car from KL to Epo State the duration in minutes the driver stops and rests at Tapa 所以他在这一边停下来 从1345到1400 他只休息了15分钟 所以他答案是15 minutes 因为他停下来的是在这一边 这个是他停下来的时候 所以他总共用了15 seconds OK 在这一边他是15 Calculate the speed the car from KL to Tapa 所以他叫这一边来这一边的speed So 我的distant time的graph呢 我要找他的speed的时候呢 我们就找他的gradient So 我要找他gradient的时候呢 它是y2-ye除x2-xe So 他要in hour 所以这一边呢 他这一个他来 他这一边他的那个distant ok 他的这一个我给他是0 然后这个是1小时45分钟 所以这一边的时候呢 所以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1是1小时 然后45分钟 也等于1又45和60小时 所以是1.75小时 OK 我的45除60 然后我拿到的是0.75 然后加1 所以他是1.75 所以1.75小时 所以1.75小时 所以这一边他是1.75小时 然后我的这一个呢 他就是向前走1.75 然后向上走152 所以他这个是152-0除1.75 所以我就有152除1.75 152除1.75 所以他这个拿到的是86.85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他这个是86.86km per hour OK 所以是86.86km per hour 这个是他的speed 好 然后c他要找average speed average speed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就用那个total distance over total time 最后他总共走了多远 走了250 所以这个是250 然后他总共用的时间是到3.20分 所以他的time呢 是3小时20分钟 所以他是3又20和60 所以他这一个呢 会是等于3又3分之1 10和3小时 所以他这一个是10和3小时 所以我的205除什么 205除哪一个 10和3 所以其实是123 61.5 所以是61.5km per hour OK 然后我其实刚刚我可以直接205 他就是也是一样61.5km per hour OK 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这一个 average speed 他是dotal distance over total time OK 然后他停着的时候 我的时间也要算进去 OK 总之他停着也算是 呃 那个motion的一部分 with speed等于0 OK 好 就这样 就这样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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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